燕郊首富摇摇欲坠 如果有人问李福城是谁 这9.9个人会指着福城肥牛 福城小区 福城商场 福城典当行 甚至还有福城的林园告诉你 看 李福城无处不在 李福城 燕郊福城集团董事长 身家67亿 被称为燕郊李嘉诚 燕郊首富 最近 正式被河北纪委调查 不过 燕郊北漂对李福城一直有着很复杂的情绪 特别是买了福城房子的北漂 不过 当年9月 李福城在燕郊福城大酒店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说这是诽谤 自己作为生意人 自己只想本分地经营事业 远离是非 没想到事件居然愈演愈烈 再强悍的企业也无法承受一而再再而三的诽谤